想方设法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 有更进一步的好的关系 好好的加强经贸的往来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是韩国的产业通商资源部 援引了最新的贸易数据 告诉你什么呢 中国大陆又再次的反超美国 成为韩国商品最大出口的目的地 那在这里面你看到的 在5月份 韩国对华出口的金额是113.8亿美元 是比韩国对美出口额还要来得更多 113.8超过了109.3 那这个代表的就是 现在你看中国大陆又再次的 反超美国成为韩国商品最大出口的目的地了 而韩国时报也指出 全球资讯技术市场形势好转 5月韩国对华出口半导体等中间产品增加 推动了韩国对华出口的提升 所以还是在跟半导体有关资讯科技相关的项目 这个介大使 所以看到这边 刚好最近不是才中日韩峰会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据出炉了 这有没有可能 就稳定的成为让中国都能反超美国 成为韩国最大出口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中国大陆可以轻而易举 让韩国的这个对中国的出口增加 这个最主要你看它这个中间增加 它也没有暗示就是这些电子产品 电子通信产品它的中间产品 那就是冲这些这些晶片 还有这些模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自己的自有的这个 所谓的这些产品品牌 比如说光我们就把手机来讲好了 像Vivo Oppo 还有这个什么传信一大堆的 都是世界名列前茅 对不对 那所以就变成它要海购很多这些中间产品 看他把单子下给谁 对不对 反正都是零关税 过去的话 那可能有政策性考虑 就跟台湾买 而且也方便 大家都讲中国话 对不对 沟通也方便 同一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因为台湾有人说 它不是炎黄子孙 这个生意怎么做呢 反正韩国人也不是炎黄子孙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 这个上次我们听说了 以前华为在台湾一年采购是一千亿 一千亿台币 对 那华为这个采购的话 那它也不给台湾的厂商 台湾难道有什么生产 这个韩国生产不出来了 没有吧 对不对 我们能够卖给韩国的 我们卖给中国大陆的 现在韩国通通能卖 那我们的台积电是没错 我们这个所谓的高端的晶片 反正也不能卖中国大陆 我们卖的也都是成熟自成的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们应该要很紧 要用一个警觉心来看 我们跟我们这个 在这个市场上 在海外市场上卖的这些产品 跟韩国市场 韩国的产品是高度重叠 现在我们就很高兴 我们这个现在的政府很高兴 说哎呀2002跟2003 我们对大陆的贸易总掉了16% 你还想继续掉吗 你掉了16% 你没有告诉我们 你的替代市场在哪里 对那现在就是说 韩国如果跟中国大陆 再重新连接起来的话 那事实上势必要排挤 台湾市场在大陆的这个份额 而且排挤的 可不是什么传统产业了 那就是电子通信啊 我们跟韩国拼的最厉害的地方 那差个10% 差个20%的话 对台湾产业就会产生 很大的这个负面冲击 韩国现在呢 说是要拼经济 但是呢 我请教一下这个杨永明老师 对于韩国来讲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要开发出来 这个是韩国 以席月首次国政报告说 沁上北稻埔 像是外海有发现 丰富的石油跟天然气填 预估蕴藏量可达140亿桶 天然气可以满足韩国用 整整29年 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 甚至说整体来讲 这个能源这个总价值 是三星电子公司的五倍之多 现在是什么 韩国是要发财了吗 来 老师 如果是真的恭喜他们 但这种东西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韩国的媒体马上会去检视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只是一个调查报告 一个初步的估计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它如果是一个很完整的话呢 它应该已经伴随了 可能有初步的探勘 以及去检视 它到底这个品质是怎么样 因为它会牵扯到你要多少的成本 以及你挖出来的东西 这个或钻出来的东西 是怎么样的一个品质 你要经过怎么样的精炼 这都是要经过很多的这些探勘计算 而且不同的点的 它如果只是一个初步的报告 就是这样子推估 那很简单的 我觉得那就是在碰风嘛 那就是在救它的民调嘛 民调怎么了吗 来看一下盖洛普民调以习悦好评率 降到21% 他还在降啊 负评率则是70% 这是他引政府成立来新高 负评率新高 这可不太妙喔 韩国引习悦自从这个国会输 输到 输到基本上已经输到脱裤子 他就是掰咖了 已经完全的掰咖 拨脚了 完全的拨脚 也就是说他的政策已经很难送到国会 因为国会的反对党 李在明的反对党 其实已经是超过绝对多数了 那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国会怎么会给他好免策 然后他一切的东西他还要完成 他接下来至少还有三年多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很困难 所以他不断的要制造一个有利他的话题 那从就是我们看到之前那个中日韩的问题突然转向 谈所有一切非军事以外的经济的合作 甚至到文化旅游 但可是呢 尹徐悦这个初步的报告 如果他是真的 我们当然是这个 欢迎他了 恭喜他嘛 对不对 赚到了 是不是 但是类似的报告 我过去 其实在东海也听过 在南海也听过 南海有叫做甲腕兵 那就天然气了 然后呢 这个说蕴藏量是多少多少 怎么样的一个那种夸张的说法 可是你现在看到 是有一些探勘 大陆这边也有 越南也有 那菲律宾这边也有签 可是都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对 取得了 对 开采出来了 不要误会 我还是希望它是真的 尹徐悦我支持你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